俄羅斯總統普京應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邀請 出席下年2月的北京東奧 說希望到時可以舉行峰會面對面會談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塔吉克 和外長王毅會面的時候公布消息 說普京很高興獲邀 世界反禁約組織 因應俄羅斯提交了篡改過的約檢數據 懲罰他們禁賽4年 國際體育仲裁法庭之後 將禁賽期減半 官員除非得到主辦國元首的邀請 否則不可以出席國際賽事 俄羅斯運動員明年12月之前 不可以以國家的名義參賽 在東京奧運和北京東奧 俄羅斯選手都是以俄羅斯奧委會的名義參賽